心里没有想那么多事情 就是很像电影的场景 就是有人从高楼上跳下来 然后再经过高楼大厦 你前面的落地窗 他就从我前面下去 然后说 噢靠 再来是我 大家有尝试过峡谷探险吗 今天我们邀请到 去过世界各地 学习西谷探险 台湾首区一职的西谷玩家 李嘉珊 Jasmine 来跟我们分享她 透过西谷探险 所探索的世界 我是节目主持人Irene 你正在收听的是 极限白日梦 让我们欢迎Jasmine Hey Irene你好 Yeah 谢谢Jasmine 今天超级大雨 跟我们约在深山 西谷是不怕下雨的 说得对 不管怎样都会湿啊 对 我们还没有听你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嘉珊 全名字里嘉珊 如果是网路上 比较常看到的是Jasmine Lee 然后我喜欢 硕西跟西降 硕西跟西降的差别是什么啊 最基本的差别是行进方向不同 硕西是往上 攀爬瀑瀑 或者是溯源 那西降是往下 那跳升坛 或者是西降瀑瀑 正中央 那其实这只是方向不同 但是它最大的不同是 你借力的东西 就是借力 就 这个硕西其实比较像 比较靠绳子 就是绳索攀登 那你可能 要攀瀑瀑的话 你游过升坛 然后 爬上瀑瀑 那 有可能是多神剧 有可能是单神剧 那 西降的话 其实靠的移动方式 是水流 攀瀑瀑瀑的时候 你会看 手点脚点 跟那个眼里 那 西降的话 降下来的时候 是看 呃 所谓的水流方向 水流中也有 有角度 然后有流速的变化 对 我们可以来玩个游戏 就是 谁出现 英文单字 谁就罚一杯 哈哈 哎 旁边真的有一瓶白酒 只能出现 Jasmine这个字 谢谢干爹 哈哈 你自己开来喝吗 真的 偷偷的开 所以 他们两个风险不一样 硕西比较 强的风险是 呃 坠落 就是比如说攀瀑 嗯 然后你攀登中间坠落 那如果你掉到水里 其实风险还好 嗯 那你在攀瀑的时候 游不过去 那大不了拉回来 但西降的话是 你下去的时候 有可能是未知的 或者是 对啊对啊 你怎么知道 那个弹够不够深 如果你跳下去 它很浅 怎么办 就直接 掰 其实我们都会先偷看 偷看 对 就是 怎么看 所谓的西降 不是一股脑就降下去 嗯 其实是要先 呃 让自己处在 可以看到 下面情境的位置 因为后面就已经够位置了 你前面这个 你还 盲目的就直接下去 所以当然是从 近的地方观察起 我们会先看 我们现在要垂降的 这个瀑布 它的水流 是不是可以下去的 嗯 那如果可以下去的话 我们就选择切入点 跟下去的方向 嗯 那溯西跟西降 其实它是互补的 对啊 我正常讲说 你有上去 才一定有下来 你有下来 一定要先上去嘛 呃 所以应该是两个都一定会 做到 这件事情 对 那玩比较凶的话 就不会管 有没有既有资讯 嗯 因为像溯西的话 它高绕的部分 通常是最佳的 西降路线 嗯 就是 高绕的部分 可能就没有办法放 放支点啊 那 高绕什么意思啊 哦 高绕就是 溯西的时候 你可能有一个瀑布 它 太高 或者是太光滑 你没有 办法突破 嗯 那 我们就会走 边坡 哎 有时候边坡也有危险的 攀岩吗 攀岩上去 对对对对 就是狠度 就像那个 呃 溶洞那个 进去的横度 对对对 这样子大家攀岩 应该都有听 大家都了解 对对对 只是延长的一百倍 这样子 哦 屑 没有 有一条虚拳 从上到尾都在横度 那 哎 如果真的遇过 有一个3k的距离 全部都是 只能边坡的瀑布 只能边坡的水流 一百k也太长 一百k超长耶 一百k是开玩笑的吧 我说一百倍啊 我说一百倍啊 我想说一百k 一百k谁受得了 一百k哦 一百k要亚马逊和吧 不是啊 可是就算一百倍也很夸张 因为 呃 龙洞的那个长度 五米啊 五百 五百 五k 龙洞的五米吧 就是 我说入口那一个耶 对对 五米乘以一百 不就是五百米 五百米是 五百米零点五k而已啊 这段我剪掉 我第一次觉得我数学比别人好 没有 我一直都知道我数学不是很好 但是又很喜欢就是你知道 gail 没关系我们看标准水位就可以了 嗯 所以回到刚刚说的两个差异性就是 其实一个是 呃 借绳子 一个是借水流 那 硕西 有借 也会借水流 但是 它们主体不一样 然后风险的类型也不一样 硕西是逆流而上 逆流而上 然后攀升而上 嗯 那西匠是 呃 顺流而下 然后顺着水流而下 那所以你觉得就是 硕西跟西匠对你来说 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可以玩的 环境比较 要素比较多 因为你要会爬山 啊 你要会一点攀岩 啊 你所以你也需要定向定位 然后你也需要游泳 啊 你也需要 呃 冷宫攀登 或者是 对 会用到船攀吗 传统攀登 会 其实本上攀布就有点像船攀 那可以请Jasmine跟我们分享一段 就是西谷探险的旅程吗 啊 我以我刚去的这个路线为准 它是 我刚去的这个路线是初见溪 初见溪是台湾 呃 花莲 寿峰溪 寿峰溪有另外一个别称 是恰堪溪 恰堪溪其实是一个世界级的溪谷 那它周围流域里面的溪都很强 那其中一条叫初见溪 那我们曾经 我曾经完成这个溪谷的一半 但是这个溪谷的下半段有精华的峡谷 那我一直想要完成它 但是它从顶端到顶端开始下降的路线 实在是太长了 而且 多长 太长是多长 呃 四天 三天多到四天一直到溪底 到你可以实际开始降 对 这它就不符合等比例原则 就是所谓刚定线里面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 你今天花了三天去降一个两天的溪谷 就算你那个两天的溪谷非常棒 那你还是觉得那个乐趣被稀释 所以定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 呃 比例原则 对 那像初见溪如果我要再去完成下半段 我要花个三天多 然后还要去完成上半段 那我就觉得 呃 很累 很腻 也不想去 可是明明下面的溪谷就非常的厉害 那我们就用另一个蛮特别的方式就是 我们从溪谷下面起攀 然后攀过一个大眼壁 那带着三十几公斤的装备 就是要攀大眼壁 你是爬得上去啦 但是你可能摔下来就白白 然后爬上去的效率也不够 这个山区它同时也是探坎路线 就是初见山 那我们有岩壁要处理 然后有丛林探坎必须要处理 然后我们还有溪谷难度要处理 所以我们就把它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天我们就出现两个神枪队 啊 我们也可以慢慢架上去 但是它的效率太差 就是你有可能 什么 什么是神枪队 一直放枪吗 没有就是 张元子跟杨楚豪 国内最强神枪 他们 因为那个路线 如果我们靠队伍的能力自己上去的话 天数可能会增加一天到两天 那对于路线长度其实就不划算 他们说如果这个岩壁的部分 有人先解决掉的话 所以原配他们两个上去 对我们就有一半的时间 就可以到我们要起降 跟开始 丛林探坎的位置 所以我们就 第一天就有派 国内目前数一数二的神枪组 先把绳子一路架上去 然后架上去的 架上去所用的装备跟绳子 都是我们即将要背到溪底的 对 然后神枪下来之后 我们刚好会合 然后开个party之后 就是在溪谷的最后的出口那边 然后我们就接续的推 做岩壁上升 大概半天多就到顶 原来这个预期是要花一整天 有劳了那个国内陈枪手 用远真似的方式规划approach 那这样子这个approach 就是所谓的接近路线 那你接近路线这样就变得 好像比较sweet 就是好像比较 比较通人性一点 那这个路线才会走得爽 走得有价值 然后我们接下来再经历了 大概一天半下到溪底 那它是丛林穿越 但是后来这个路线有在 它是我大概六 五六年前去的路线 然后在这中间这个路线 同时探勘 终极山的人也在爬 对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探勘 其实没有到以前的难度 对 而且我们这一队有超强的 找路手阿果这样 哦真假的 对对对 然后我的专场是下切到对的地方 它的专场是绕到对的地方 没有人有它的体力 对对对 然后接着开始下切 下切这其中都是 就是有所谓的定位 然后下切是我觉得 西匠跟溯西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下切有点像是 因为从下往上你 山顶只有一个嘛 可是从上往下 你要如何下对那个点 对 然后在那个点下面 刚好你身上的装备 又可以下到底 这件事是非常有挑战性的 所以像我以前会喜欢玩一个游戏 就是我含一个糖果 然后在这个糖果完全融化前 我要降到西底 我希望这个糖果够大颗 有时候偷两颗 那我们就降到了 刚好上一次结束的点 我非常满意 你非常满意 我非常满意 然后接着我们就是队伍里面 开始下峡谷 那峡谷里面果然是金碧辉煌 什么意思 就是那个地区 其实就是大理石岩碧 哇 对 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 整个人在景观里面 就是 对 其实这样讲起来 在峡谷里面 跟在厕所里面一样 厕所两边是磁砖 大理石磁砖 去峡谷干嘛 好 总之我们就很顺 你不是要推广吗 大家不用 不用去学了 我们直接把家里的那个 家里的厕所换大理石 就好了 然后我们就在大理石岩碧中间行进 那最后的 最后的两K关是 就如我们想象的 你可以穿越 大概 有一台车宽的峡谷 然后或者是它有 升坛是 一坛一坛连续而下 哇 好酷哦 然后最后我们从 到达我们开Party的地点 就是终点的大声坛 怎么一整天都在开Party啊 没有啊 我们是出发前 没有 出发前开Party 第一天要Party啊 因为要吃东西嘛 出来 太多的东西先吃 然后别人去探勘完之后 也要再 慰绕他们一下 也要开Party 没有 通常都是归星世界 马上冲回家 但是我们这一次很有趣的是 你时间要非常的精准 因为我们这次刚好有 同时是有拍摄队在进行 所以你出去的那一天 要刚好对应上拍摄队 对 那至于拍摄队是什么队 那我们就先卖个关子 哦 你就说之后会有播出 之后会播出 是 哇 出间隙 所以这个是你觉得就是 最印象深刻的一次 应该说是最近 最靠近最近的一次 难怪会是最新鲜的回忆 最fresh的回忆 如果你要问最惊险的 其实有啦 怎么样子的惊险 我想要来点spicy的 spicy的 OK 因为我看你说什么 要带大家体验一条西 好不好 我这样讲得比较久 其实硕西跟西匠各有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 西匠的话 我觉得大自然的美景 跟岩壁 就是两边 岩壁延伸白米这个 这个景象 其实我看过 那反而有一种东西 比较难 难遇到 就是在溪谷里面遇到人 对 反而会变特别 谢谢 你现在要问活的还死的 是不是 好 我接下来回答 我们那次是去北海道 那北海道有 最有名的瀑布叫 陈云霞 我知道 对对对 观光客在下面看嘛 但我们去的重点 其实是 瀑布的上面 对 然后我们就把 流星瀑布啊 那些全部都降完 而且还要一边躲避 观光客 对 那我们在降 它叫做好像是 千语之童 的瀑布的时候 应该就是最美的 就是北海道最美的瀑布的时候 它是雪溪 然后溪谷中间有雪桥 然后有的雪桥 它的 有的雪它其实 还有雪 有雪 还有残雪 其实雪溪有残雪很常见 然后底下的水流 水 融化的水流过之后 它就会形成一个拱门 所以你是走在拱门上面 那还蛮恐怖的 或者是走底下的洞 What 对 那应该超冷的吧 冷到爆 没关系我后来还遇到更冷的 在瑞士 哦是 对对对 那那一次的过程中 姑且不谈 那个我们走过的雪桥 跟它有的 它有的那个 雪桥上面顶端是尖的 对因为水 也会下雨 它有的是 裹的跟像刀子一样 你好像在攀刀子边边这样 然后底下的话 如果是 趴着走底下的雪桥的时候 它可能会到最后变成一个沟而已 然后你一边攀 你一边不知道它有没有出口 你一边爬底下的洞 雪桥底下的洞 你一边不知道这个洞 它到底会不会有出口 哇靠 好可怕 那 最后我们终于到了峡谷前 瀑布前的一段峡谷 然后我们 它开始出现 因为已经靠近 出去的点 所以它开始出现连续升坛 我们在下一个升坛的时候 我就看到下面的升坛 有一个岛幕上面 有一个人 这样 然后我想说 蛤 这是什么东西 怎么会这样 然后 然后 这真的一个人 然后再仔细看了之后 发现它只是衣服 但是人的形状 然后被 被树枝卡住 没有这是一个很温馨的故事 对对对 然后它被树枝卡住 然后我那时候 引进在 引进在跳升坛 然后再往下流的时候 就马上用力的爬回去 因为我不想要那个 进入一堆腐肉里面 是吗 真的是有人死掉 后来我们继续 过去发现它是空的之后 它其实有点像是 衣冠种 就是其实它的 袖子还套着手套 然后裤子在外套的下面 等于是 这些纺织饼还在 但是里面的人 的 这个肉体 已经消失了 对 然后我们就 你刚才说 这是一个很 很温馨的故事 很温馨啊 你要听到最后啊 然后 我们就 我就想说 那 我们应该可以做点什么 就是把它的 衣物特征 跟 它的 它的滑雪杖 然后它的板子 就是 雪板 上面有 编号跟 编号 然后拍一拍 猪来的 对 猪来的 它拍一拍 然后我们就 继续 结果下一个坛 我过了 那个坛之后 发现那个坛中间 那个坛是一个 回旋水流 而且有个瓶子 我想说 这不会是瓶中性吧 然后就跟我后面 另外一个队友 叫大西两子 他是一个超强的人 然后 我大概有一半以上的路线 是跟他一起完成 然后他就说 大西你看一下 那瓶子是什么 你游过来的时候 把它捞一下 然后就捞了起来 真的是瓶中性 真的是瓶中性 那我们 当时有自己要 的进度要完成 所以我们 就先下山 没有在里面 就打开 那一直到下山之后 我们在旅馆里面 当地旅馆里面 跟 staff聊到这件事 因为如果要去报案的话 那 你就会需要 花时间做笔录啊 或者是有 其他后续调查 可是我们 我们是 行程是超密集 两天就一条戏 两天就一条戏 然后把四条 最难的干完 就要飞回去 那 呃 可是 我觉得它算是一个机缘 就是 无意中 我就跟 那个旅馆里面的 服务人员聊起来 然后聊一聊 说 既然你们 这间旅馆是新开的 因为刚好是我认识的 以前的一个旅馆 系统里面 就是我很熟悉的 就是 很亲切的单位 这样 既然你们 在在地 那由在地人 来报案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就马上 把那个瓶子拿过来 然后用 把它剪开 然后里面是一个幸运符 然后幸运符里面包着纸 真的有人写字 然后那个纸 其实已经被弄湿了 但是 电话那边是 看得到的 就很生气 刚好只有电话那里看得到 然后其他都是模糊的 应该不会拨了电话吧 对 我们拨了电话 然后我们就看了那封信 然后就 他的职员就翻译说 呃 我是 谁谁谁 然后 我 那个记忆卡 我这边 这个 这个信里面 这个 护身符里面 瓶中信里面 还有一张记忆卡 然后 我 呃 我在底下 呃 我受困 然后如果看到这个瓶子的话 我请来救援 这样子 对 所以是 真的是上面的这个人 对 然后 他丢的 对 真的是上面这个人 然后 那日本人的周到 真的是连 连那个生死一刻的时候 还是会顾抖 他写到说 呃 因为我 非常冷 然后 有洞伤 所以 我的手 会抖 所以这可能不像我的字迹 然后我连这个时候 你都可以想到这么细的东西 对对对 然后 然后 gumina say gumina say 我不知道 有没有写 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连这个都写 就是 就是 我觉得那个人 他应该是绝望到极点 然后还 还在 可以做这些思考的时候 做这件事 你们该不会打开了 那个记忆卡了吧 没有 那记忆卡其实没有出现 记忆卡不见了 然后我们就当场打电话 然后当场就有人接起来 然后我们就说 请问你是谁谁谁的亲友吗 当然是那个 stop 他认识说对 然后 他说 我们这边找到一封信 然后是 可能是你亲友写的 他叫什么名字 然后对方说对 他在今年 四月 二月的时候 滑雪 然后失踪 然后已经发动 四次的搜救 我都找不到人 Oh my god 所以他应该是 那个 自由滑雪 或者是 误入 Backcountry那种 对就是摔到 峡谷里面 这样 然后被我们找到 然后那时候的想法是 其实人已经过去了 可是你可以帮助 生者 过得比较 过得释怀一点 就是这件事情 有个结果 然后后来我们知道 他们又出了 队伍 虚弹我们不确定 队伍有没有 有没有办法 下那个峡谷 但是我们足够拍了 足够的资讯 可以让生者 就是做一个结束 哦 对 这是我觉得 最戏剧化的一次 天啊 对 这个也没有很温馨 这真的是 很温馨啊 有点可怕 帮助山友回家 是没错 帮助滑雪的人回家 没有 我觉得是帮助 帮助生者 可以放下这样子 对 对 哇 这集真的是 太精彩了吧 哈 我还没开始讲 上硕的 如果是上硕 我印象最深的 其实不是 硕西 是攀铺 那那时候 我跟我的队友 也是这个 大西两制 他是到5点14 而且他是 硕西跟 攀岩双七 都很厉害 对 所以我说 有了双七 双七的很少 但是厉害的 就非常厉害 然后 我们计划去爬 台湾的蛟龙瀑瀑 就嘉义县 丰山乡 有一个 全东亚最高的瀑瀑 多高啊 呃 记录是 840 842 哇 那我们觉得 大概在600左右 对对对 那 因为他有不同段 那我们就决定 要去爬这个瀑瀑 然后这个瀑瀑 然后这个瀑瀑 高到 那个 中国也把它列入 几大名瀑之一 他们境内 因为他太高了 录到他们的境内 录到他们的境内 分他 然后就是东亚最高铺 哇塞 然后 就是 对 好 然后 很难 日本最高铺 我们也有去爬过 然后 我们在爬的时候 我们本来以为两天就结束 结果没想到 我们就想趁 因为我们那时候 要去说另外一条西 哈耶拉肉西 那有个队友比较晚来 那我们想说 有两天空档要做 我们就完成我们这个残念的路线 就是还没有扫掉 我们叫做要扫掉的名单 然后我们就两天就跑去了 那跑去之后 在 其中一段神剧是一个很大的横度 然后之后会出现一个岩棚 什么是岩棚 岩棚就是突出的石块 那可能像一个平台 那我们 那时候爬 蛟龙每天住的地方 要嘛就是 瀑布底下平台 要嘛就是 我们就叫 哦麻将桌 那刚才就麻将桌大小 然后叫行军床 大概就是行军床大小 麻将桌也太小了吧 有有有 有一个像麻将桌的 但那就是 它就方方的 然后刚好两个人 对对对 哇 然后 我们在其中一段神剧 发生了很大的坠落 然后那 感觉 因为是岩棚拖出 然后先封的是 大西 然后他爬上一段神剧之后 就 我是人坐在岩棚上 对着外面 岩壁外面确保 对 然后大西就从我前面摔下去 Oh my god 对对 然后我想说 诶这是电 我当然没有 没有说 心里没有想那么多事情 就是很像电影的场景 就是有人从高空 高楼上 跳下来 然后再经过高楼大厦 你前面的落地窗 他就从我前面下去 然后我就 Oh靠 再来是我 因为他眼钉拖出 然后他就有点像拉链 一样 啪啪啪 所以他会拉你下去这样 会啊 因为我是确保者 然后到最后终于停住了 然后我们两个都摔了 大概应该有十米以上 然后最惊险的是下面的岩棚 下面的岩石平台 就在下面两三公尺处 差点就撞上 对对 就是国外有一种形容 就是形容那个高空弹跳 弹不好中楼眼壁 叫做磨果酱 我们差点就变 差点就变磨果酱 等一下 我觉得真的太好笑了 就是 这哪好笑啊 这生死交关欸 重点好笑的点是说 他刚刚在 他在你前面掉落的时候 你下一个想 就是 我再来是我 再来是我 对对对 然后最后在我身 就是我们上面的支点 他 他的支点全部都脱开 然后一直脱 脱到我 的支点 天哪 我的自我确保点 然后最后是 我有做两组 然后另外一组被 也是被 被拉扯掉 所以最后我们两个都掉到 是悬空像粽子一样 两颗粽子 然后两个 超小的nut 把我们停住 天哪 最后的nut吗 对 最后的nut 就是 天哪 就是 命不该绝 什么命不该绝 他就占了第二个 第二缺宝典 然后最有趣的是 我 这不能叫有趣 好 就是我在被他 拉下去的过程中 我的 头就撞到 眼棚 的边缘 对 对 所以选在办公中 的时候 有点脑震荡 可能有 然后当时 最有 我觉得最 当有人惊讶的时候 就是人的本能 可能会超过 你的理智 或者是你现在的 就是那个 很特殊的本能 我就说 跟他说 等一下 先停下来 我先把上面固定点固定 然后我们再往上爬 就还是很理智这样 对 然后等到 跑马灯这样跑过去 没有没有 没有那个时间 跑马灯 不够 秒数不够 然后 当我们两个都爬回到 那个眼棚之后 然后我就跟 他 我的队友说 我现在要问你一个问题 你听到后 不要惊慌 然后 我应该15分钟后 会回府 然后说 跟他说 我们现在在哪里 我们在干什么 我们刚刚是往上爬 还是往下降 我最有听的就愣住 就是我在 这种状态下来 第一个想到 哦 上面要再做 重新固定一次 我们再开始往上爬 嗯嗯嗯 对 但是你下一秒 你已经忘记 你现在在哪里 你是谁 你要干嘛 我要干嘛 我们现在到底在上攀 还是在下降 你就突然失忆了这样 暂时性失忆 对对对 暂时性 然后我的队友 傻掉 我说 没关系再等一下 不管我们现在在哪里 你等一下再告诉我结果 就是答案这样子 啊结果后来呢 你就记起来了 就恢复了嘛 嗯 只是我在那个撞到的时候 其实除了头 呃 胸部也有撞到 后来是有气胸 但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 因为我下山就去检查 对对对 然后 医生跟我说没事 然后后来医生 在我爬下一个路线的时候 打紧急电话 然后 我们用卫星电话说 千万不要去做剧烈运动 然后我的同事说 他已经去做剧烈运动 好这不是重点 就是我们摔一次 李当这个旅程就结束了 嗯 对 然后那时候我们已经爬了 大概四百多公尺 就是到中 到中段了 然后 我们就说 哦车退了 都已经发生这种事了 对 然后 我的队友就上去 呃 拆 他已经架好的其他支点 对 他 就是有一些 原来的支点还在 然后上去拆的时候 我就在原地想了一下 然后 就 就 就呼叫他 然后我说 哎 这里这么难 我们应该再也不会来了吧 哈哈 我们不想再爬一次 吓死了 那 我们是不是应该完成它 真的假的 然后我 我的队友说 对 我也在想一样的事情 真的假的 所以你们完成它了 对 我们就继续爬 啊 可是我们食物不够 所以后来都喝水 就是喝水跟 然后我们还在一个 相形军床一样 大小 然后两个人营地 拿出饼干穴 说 这是我们最后的实体食物了 再来都要喝水 天哪 你们这样喝水喝几天啊 呃 这个发生在 第三天 我们这样喝水喝两天 然后最后这个路线 总共花了四天半 然后爬到顶之后 然后再垂降下来 可是这一次之后 我们就意识到一件事就是 是有可能没有人活得出来 因为我们是临时突发型的 然后都会觉得到时候 队伍猜对就好 可是其实 是有可能全军覆没 没有人出来 所以之后的每一个路线的留守 我们都会再找 找一个人 就是确定他知道我们人在哪里 哦 你们当时没有 像这样子 因为这是一个突发的 哦对哦 因为我们临时要去那个地方看 然后我们有卫星电话 你讲的时候不会有事 嗯 没想到 对从此 所以我就会觉得 哦 现在去任何路线 我都是个幸存者 嗯 对 就是会更提高警觉性这样子 嗯 抱持着 每一次都是幸存者 然后你应该要 把过去的东西都 洗掉 你可能是 这一次又是重生 又学到新的东西 哇 真的是非常惊喜的一个经验耶 你要听接下来嘛 然后我们就下山了嘛 对 然后下山之后 我就马上去看医生 然后照X光 知道我撞到的地方 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样 那照X光之后 那医生就说 诶 请问小姐 你是从事什么运动 你的那个胸部 就超饱满 就是怎么会 怎么会这么 就是 你是从事什么运动 才可以这样子 肺活量这么大这样 嗯 然后我说没有 我就只有爬山跟索西这样 对 然后下山之后 他检查没问题嘛 然后我就问他说 我可以再去做户外运动 然后他说可以 因为就是 头也没有伤害 然后我们就去了 所谓就是 七天还九天的 哈伊拉肉席 然后在第三天 我们打卫星电话 回报事情的时候 我的同事说 诶 医生 找你找很久 他说 诶 经过他们后来会诊 发现那个不是 那个不是 肺活量好 那个是气胸 然后他说 千万不要去做 危险的剧烈的运动 然后我的同事回答说 他已经去做剧烈运动 笑死 所以那一场 后面的 那一条西 后来 说哈伊拉肉席 一直到最后 我中间都是用 太极拳的方法 在呼吸 那是我走过 最平静的一个路线 真的假的 没有就是地形不平静 但内心最平静 你现在绝对 不可以呼吸几处 所以这件故事 是有上下集的 真的好笑 好笑 有什么好笑的 不是啊 医生你太轻了吗 我拒绝 透露我哪里的医生 在上一次的采访里面 你有提到 清昌溪 清水溪吗 你在这边有补充 因为 千古寒溪哦 千古寒溪是 有可能当时 亚洲第一只长城跨越 那同时间 发生在尼泊尔也有 但天数比较短 因为你就在 那个采访里面 讲说这个 这次的 溪降改变了你 蛮好奇 就是当时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其实这是两个路线 一个是清水溪上 清昌溪下 有平死经验 这样 就是 他其实 就是我说的 所谓的毒水 我当时不太懂毒水 那时候 其实只有 知道溪降是什么 但其实 这类的技术 如果你没有长期的 落实在地 你本身技术会生疏 知识也会遗忘 然后我那时候 下看到一个 下到一个 我们说choke stone 就是卡在溪谷中的石头 然后它那边有个短铺 然后我看它下面有水流 然后我就 把背包丢下去 然后背包飘出去了 哦好啊 然后 我就 想说那我就可以跳了 然后我就跳下去 你跳下去之后 我就进入所谓的翻滚流 哇 对 然后就是会把人往下吸下去 嗯 就一直没有呼吸 没有办法上来呼吸这样 诶 它会吸上去 再把你抛上去 吸下去 吸下去 再把你抛上去 洗衣机的概念 对 所以我的那个 绑腿甚至脱落 对 然后那时候我就在 不断的上下中间 然后那个 吸力很强 然后这个时候 我就想说难道 就是这一次了吗 对对对 难道就是这次了吗 我说好 既然是这一次 那我就用我传说中 听来的姿势 所以就潜到最底下 为什么听来的姿势 就是所谓这种水流 那时候这这类的水流姿势 还不是那么的普遍 就是潜到最底下 然后游出来 对我而言 那时候我而言是个传说 然后你也没有试过 然后我就潜到最底下 然后爬出来 然后爬出来 贴壁之后发现 靠我居然在瀑布正下方 我只脱离了瀑布前面的那个声坛 但是我其实是更往瀑布游 但至少我上 我到一个可以呼吸的地方 天哪 对 然后再队友 然后队友跳更远一点 队友 队友看到我这样都傻了 然后就没有人敢跳 然后后来一个队友跳更远 然后从外面把我拉出去 然后这个之后 我花了大概一两年时间 来处理那个drama 就是你有一次溺水的经验之后 你可能 你在水中都会有一样的 害怕 对 一样的害怕 就是症候群什么 什么症候群 PTSD 对 也可以说是 但是 但是 我后来就用洪水疗法治疗 什么时候 拼命的跳 哦 对 后来 大概花了两年 才走出去 就是一直狂跳 就是挑战一下自己的边缘 然后 可能是连续性 像在北海道那一次就是这样 我觉得你在 非常紧急危机的状态下 你的脑袋时序都是 还蛮清楚的 哦 其实 它是正确的方式 只是在当年的 大家的背景知识里面还不够 所以它对我言之 是个传说 然后其实你一定会试 因为你知道 想说就是这一次了 那什么方法都来试一试 超好笑 对 所以我觉得 毒水这件事 很重要 但是你当时还没有惊慌啊 我觉得很多人在 快要溺死的边缘 就会越来越惊慌 越来越惊慌 越来越惊慌 哦 对啊 就比较不会想说 我还要试什么方法 应该就是会一直这样 啊 脚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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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没有用啊 所以你就是 没有用过的方法都要用啊 哦 我就是太佩服了 后来才发现 水流的知识 它也是有一个继承的 知识系统 所以 在那之后 应该就没有发生过 类似的事情了吧 没有啊 我先经历了两年抓麻 洪水治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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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太想去 我要去的西谷 哦 那你在国内外啊 有非常多西谷探险的经验 也希望把过去的所学 回馈到台湾 不仅串起了国际的人脉 像你刚刚说 会把日本人带 日本的同伴带过来台湾 然后台湾带去日本 而且不停地探索台湾西谷 那想要请你分享 台湾的西谷的迷人之处 跟国外有什么最不相同的地方呢 的特色 台湾的西谷 它要分两种 两个部分来讲 一个是所谓 技术探险西谷 跟所谓的 通用型西谷 就是标准的西谷 那技术型探险 可能就难度非常高 或者天数非常长 或者天数非常长 又难度非常高 那这个在台湾 是就我所知 现在现有路线最多的 就是台湾 因为我跟我其他的队友 就是有一年两条路线 这样子去扫它 这样扫了四五年 对 那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个队友 五点十四大西两志 那他也有出版一本书 叫西谷登潘 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半本书都是台湾 哇 对 那他平常是一个读潘者 通常读潘哦 西谷读潘 free solo 也没有free solo 还是有绳子确保 对 然后 刚讲 所以台湾 其实拥有很多长城的路线 就是天数够长 然后也可以达到 一样的挑战 那像日本 为什么他们这么喜欢来台湾 是因为 日本最长的西谷 最多是四天 对 所以如果你要长城 台湾可以到九天 台湾可以到九天 或者是十四天 我们最长的是十四天 我过去想 你要吃吃哒哒的 十四天 我就 你每天都这样起来 后面就麻痹了 对 其实是重点 是想到十四天的食物就 真的 对对 就是 你等于是带着你的队友 带一个 背包就像你的队友 然后你每天都要拖你的队友 完全去 对 然后台湾的这方面 就是我们所说的Alpine Claying 或者是Alpine Sawannoboli Sawannoboli就是 朔西的日文 哦 Sawannoboli 对 以前大家都叫 String Climbing 或者是River Climbing 或Shower Climbing 可是最近 我觉得全球化就 有一种 对地方知识的敬重 就像寿司 最后叫 Sushi 那 最近 硕西这件事 普遍上 国际有人都知道 叫Sawannoboli 哦 对 所以台湾是 Alpine Sawannoboli 或者是 Alpine Kanoying 目前我觉得 路线最多的国家 不一定可以被repeat 但是每一个国家里面 最有名的几条 就是 像有一条叫 Grooming Gorge 在纽西兰 然后有一条 是在尼波尔 Grooming Gorge 我们就有去过 就是 它太特别了 所以即使你不是 第一个去的队伍 去repeat 就是重复去的队伍 也算是 很难得 对 然后 所以台湾这方面的路线 最多 然后原因是因为 台湾的气候 跟温度 都 很稳定 哦 对 也不能说稳定啊 我们有台风 要看天 季节 但是就是 没有极低温的 水 哦 OK 对 对外国人简直就是 一年四季都可以 付热带的优点 对 他们比较受不了的是 Bush 就是 所谓的那个 荆棘 或者是要砍入 可是其实 这些东西 在纽西兰也有 所以 台湾自己觉得 很特别的西谷 或很特别的 山林 或很特别的 很特别的 岩壁 或登山路径 其实放租 全世界都有 但是台湾墙是墙在 我们的综合总平很好 就是气候宜人 然后 你可以在 142公里 从零到 零 又有一国风情 又有美食 又有原住民文化 那其实 综合总平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适合 西谷旅游的国家 2013年 你的 恰堪西 硕断的计划 你从花莲的恰堪西 上硕到光头山 再西降到万大 南西出 澳万大 哇 这个 这个好长的 那那个时候 历史的12天 完成了台湾 第一次的 金横断水线 翻越中央山脉的盘登 为台湾的西谷活动 树立了一个 全新的标杆 也启发了台湾 对于高难度 长城西谷 探索的想象 想请问一下 当时的挑战 跟Jasmine的 下一个挑战 或目标是什么呢 我这个问题也太长了吧 恰堪西 当时 我不敢说我启发了 因为其实 有提供别人 一样启发的前辈 非常多 然后我在学生时代 看是看着 很多日本前辈 在台湾缩西的 长城缩西的记录 长大的 对 那有趣的是 恰堪西是 所有人共同的猛 哦 就是台湾 台湾人跟日本人 他们想 最想完成的西谷 都是恰堪西 为什么 最美吗 最难 哦最难 对对对 最难 然后 日本人来也不止一次 这样 对 然后 完成了这个 路线之后 完成这个路线之后 最难的其实是 我居然还会再去 这个溪谷一次 哦 你去了不止一次 对 我们一次是 缩西上 然后之后 我们去西降下 因为这条溪谷 它长达 好像 12天 那 这条溪谷 你要困在 它的核心地带 峡谷地带 而没有任何资讯 其实对西降而言 是太过危险的 对 所以因为刚好 我们完成了 缩西 所以我们知道 中间的 每一个瀑布 后段是什么 那即使未知的地方 我们也都有 垂降下去 所以 我说 缩西的人 对峡谷是有欲望 他就是想看 底面是什么 所以因为我们 有足够的 资讯 所以我们后来 又去 完成了 它的全程 西降 然后我们 完成了西降的时候 我跟我队友 都对看说 我实在是 很难想象 我居然会来第二次 对我也这么觉得 那你真的觉得 就是当下 那个成就感啊 或是 它的美貌 或是 它的挑战度 是让你真的觉得 很值得吗 对啊 就是很爽啊 有时候 下一条是什么 马上去看下一条 对 很好笑 那你就是 就是你对于 塑西跟西降的一个热情 就是会想要一直 一直不停的去 看下一个挑战 所以你的下一个挑战 是什么 现在 有一条在 纽西兰的路线 对 然后我们 去 我刚刚说的 Groo Me Gorge 忧郁峡 英语峡谷 那这英语峡谷 我们那时候是看 国家地理 杂志上一张照片去的 就是有别的路线手降 有别的 团体手降 然后我们就去 果然是非常Groo Me 这么忧郁哦 对 这么忧郁 然后 我们在去的过程中间 我们总共去了四次才完成 四次 对 前三次都是探勘 对 然后 去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了另外一条 然后我们现在希望 能够有机会去把这一条完成 如果你们完成那条 你们换是 你们会是手降的人吗 现在不敢讲 这种东西就是one chance 就是所谓的 机会错过就没有 对 就是 一条路线可能 它被完成 不一定是由 你来手降 然后资讯也不会是 全世界只有一个人看到 所以对于这种 谁是手降 或是谁是手攀 那个执着到一个程度就可以了 就像我们去 repeat Groo Me Go 它已经有人去过 我们不是手降 但是它仍然是好的路线 就我想要看到那样的地形 要不然全世界理论来说 剩下的路线应该很无聊啊 很好玩都去过 然后你又不去人家去过的 那你就是挑 挑无聊的去吗 对 我觉得 对于未知的效果 你不知道完成的是不是自己 但是你会永远把它放在心里 直到你去实现的那个时候 我觉得这个当ending还蛮好的 继续找下面的后面的队友 大家请看下面连结 我不知道大家听完这一集会觉得 到底西匠跟溯西是难的还是简单 但是呢 我们相关的资讯都会放在这一集的节目介绍里面 那我们今天呢 真的非常非常感谢Jasmine 来到极限白玉梦 然后跟我们跑着 跑了两个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今天真的是聊太开了 我知道最后剪出来会怎样 那我们就尽情期待 谁说女生不会讲干话 真的啊 有我在的话就有干话 不错不错 好谢谢 好谢谢 拜拜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希望你还喜欢这一集的节目内容 其实这一集呢 我们要特别感谢两个地方 深山咖啡馆 还有行者理发厅 这两个地方呢 是我们这次录音的场地 然后非常感谢他们 可以让我们在那边做采访 地点都非常非常的特别 也很印象深刻 那因为这一集的采访内容呢 其实非常的丰富 所以最后决定 要把它分成上集跟下集 那在这一集里面 大家可能就听到非常多 加山很极限的一些冒险故事 所以就想要先挑起 大家的一些胃口 那在下一集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更深入地 跟大家介绍 什么是西谷探险 就会来一点比较 深一点的知识 但也是一样很多干话 所以大家可以敬请期待 今天这一集 我们提到的相关资讯 会把它放在我们的节目 介绍连结里面 所以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 想要询问加山的话 也欢迎可以透过我们 Spotify或是Apple Podcast 甚至到我们的IG上 跟我们私讯 我们也都会帮大家 做相关的回应 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请帮我们分享给身边 喜欢户外运动的朋友 最后 这一集大家可能听了 会觉得我的声音 好像有点鼻音 主要是因为呢 诶 我就在昨天晚上 发现自己已经确诊了 但是呢 大家可以不用担心 因为来宾已经免疫了 那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呢 其实我那时候 有快筛是阴性 所以目前身体也还好 就是比较多咳嗽流鼻水 然后所以声音就会 就是鼻音有点重 那就希望大家也都可以 保重身体 也希望我自己 声音可以赶快康复 这样就可以有更好的声音 带给大家更多的采访 那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我们就下周见 拜拜 拜拜